在上午8時 颱風泰利集劇在香港的西南偏南 大約250公里 預料泰利將會向西北天西移動 大致移向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 並且繼續增強 受泰利的影響 現時本港普遍已經是吹東至東南的裂風 高地是間中吹暴風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泰利將會在本港的西南偏南 大約300公里內掠過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會至少維持至正52時 而隨後8號訊號會否維持 將取決於本地風力的變化 以及泰利、雨帶的相關陣風 會持續影響本港 同時 與泰利相關的一度強雨帶 正在影響珠江後一帶 受泰利、泰利的風暴潮 和天文大潮的共同影響 預料大澳的海水高度 會在上午8點至11點期間 上漲至海淘基準面以上 約3米或以上 海水象上可能會引致低蛙地區出現水浸 市民應該盡量避免進入可能受影響的低蛙地區 和遠離危險的地方 海有非常大浪和有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平靡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